其他症状都没有了 就是一直咳咳咳 要咳多长时间呢 我来告诉你 我去查阅了 咱们国家有一个专门的咳嗽指南 一般来讲 感冒或者是上科学到肝胺以后 小于三周的咳嗽叫急性咳嗽 然后如果是三到八周 属于亚急性咳嗽 那么得了新冠或者是感冒以后 有可能咳三周 或者的话呢 咳三到八周 也就是说 最长的话呢 可以咳嗽到两个月 当然大部分可能不到两个月就好了 那么如果超过两个月 就属于慢性咳嗽 一般来讲 有新冠或者是感冒导致的可能性 很低 那么最关键的 老师咳嗽 我们的治疗呢 指南推荐了两类药物 第一个是联合使用 第一代抗阻瘟的药物 加上减充血剂 加上正咳药 止咳的同时 可以减少明年末的充血 让你呼吸更通畅 可以减少打喷嚏 流鼻涕等症状 比如说 眉明尾麻荣液 就是这样的复合治疾 既含有抗阻瘟的药物 又含有减轻病年末充血的药物 又含有止咳的药物 三效合一 但是我查了一下 这个药在网上买不到 我们医院的话 急诊和发热门诊可以开 普通门诊都开不出来 我不知道其他医院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可以去医院问一问 另外一个药物是 复方夹阳难民 它也是一个复合治疾 它里面同样还有止咳的 抗阻瘟的 还有扩张器官 减轻气道法律性的药物 那么各位朋友 也可以试试这个 复方夹阳难民酱 当然如果你的咳嗽不严重 不影响你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话 不用吃药也行 它自己慢慢会好的 那么很多朋友担心 咳咳咳会不会导致肺炎呢 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 不是咳咳咳导致肺炎 而是肺炎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所以呢 你就需要鉴别诊断 是单纯的咳嗽 还是因为肺炎引起来的咳嗽 如果你出现以下的情况 建议及时的就医 第一个 体温原来僵致正常 这几天又开始发烧了 而且可能是高烧不对 第二个 可就是它在弹有问题 比如说弹特别的黄 浓性的 或者是绿色的 以及一些铁锈色的 或者是火冻样的 或者是弹中带血等等 第三个 出现呼吸急速 呼吸困难 喘不上气了 觉得喘憋 每分钟的呼吸次数 大一等于30次 第四个 测自己的血氧饱合度在下降 当你吸空气的时候 血氧饱合度低于93% 如果出现这些情况 请及时就医 有可能是比较严重的病毒性肺炎 或者的话呢 已经合并了细菌感染 出现了细菌性的肺炎 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咳嗽 或者咳嗽的痰是白色的 没有胸闷气粗 呼吸困难 没有发烧这些临床表现 那一般来讲 就是单纯的咳嗽 它自己慢慢会恢复的 不用紧张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关注我 关注朋友 邓一生 每天进步一点点